一场比赛也变成了互相伤害 高雄在日前举办中等学校运动会 但是没有想到 在跆拳道的冠亚军争夺战当中 其中一方的选手竟然是违反规定 用手来攻击对方的头颈部 甚至是刻意的攻击眼睛 让对方倒地不起 因此就被人批评 这难道是把赛场当成了拳击场了吗 但事后了解到 双方当时是因为对方先违规 才会爆发冲突 双手挥拳攻击颈部 打得对方痛了好几次 蹲在地上 回合继续 青方选手调整状态 一口气得分 没想到红方选手竟然 整个人挑到身上 把人拉倒在地 倒地后一拳打向脸部 对方痛到用手捂住 选手被打到脸部破皮受伤 这一幕另在场观中相当气愤 跆拳道比赛明明规定 颈部以上只能用脚 而且必须攻击护居位置 日前高雄举办中等学校运动会 跆拳道比赛时 两校争夺冠押冠军 最后一回合竟然发生 选手把赛场当拳击场 左右的时候 然后打到的时候 刚好可能挫伤 就是右眼角 最后一拳是倒地之后 攻击是攻击 眼睛 当下他是眼睛睁不开 原来当时 两方打到最后一回合 竞争激烈 青方选手先违规 从后面抱住 红方选手 红方选手 以似心生不满 出拳攻击 最后青方拿下冠军 红方获得亚军 针对红方攻击 青方也没提出申诉 事实上两位选手 今年10月赛场上 就有发生不愉快 如今又在赛场相见 心仇旧恨一次爆发 不过赛事结束 两方握手言和 也算和平落幕 记者梁家伟 简红休 高雄采访报道